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网》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7月11日 星期一 今节有个许流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 波罗仔 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还有我们小白红社长 纽西兰的Raymond Wong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请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 另外《浪费冷气》还有《正向部》需要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们今次回来又谈谈我们的工作方面的血泪史 好 也可以说是很励志 当然时而世逆 今时今日的工资和待遇都不同了 我们见到有不少年轻人都说失业 又说找不到工作做 又说没有工作向上流 又说哪些哪些工种 餐厅又说辛苦 只有鸡碎那么多 我刚刚见到一宗新闻 挺过人的 他说地盘集工 现在的日生平均是1024元一天 看上去也算是不错 因为记得做集工 还想怎样呢 其实有点像棚与眼那样 收拾泥头 跟着头 跟着尾 基本上你有体力 劳动力 已经是可以了 当然也要有三宝 即是身份证 平安卡 工人注册证 这就叫地盘三宝 不是箴阳三宝 其实社长 你觉得你在工地见过这么多 地盘集工是不是这么差呢 其实挺好的 时间很快过 在地盘做集工 真的 我也做过 早上一出到去做了 咦又放饭了 时间过得很快了 然后你吃完饭回来 又做了就做了 收工吧 其实是准时收工的 地盘集工 很多时候都是准时收工的 他告诉你多点是多点 不过要日晒雨霖 能不能够呢 我现在看到画面的就是鵬乙眼 他是不是类似 我看上那部电影 即是《激战》里面 他也都是地盘集工 我又不记得了他本身在那个戏里面是做什么 不过地盘佬大胜是正常的 我最初打地盘弓的时候 身形很棒 我个人当然是焗到黑了 因为是在路上做事 我做地盘拆弓的时候也是做老的 他要拿一些震机 如果你会见过 其实就是震到手都震 但是那时候没什么肥肉 地盘集工真的 是不是这样 图片那样 他这个图片就是风炮 其实他现在就不合规矩了 因为要戴口罩和热塞 因为他很吵 这个不合规矩 手臂这么粗 其实都是正常的 做得久地盘弓就会粗 不用去健身的 做地盘的人 挺好的 预工作于健身 哈哈 因为你看电影 直直看到彭于衍做地盘集工 是有时间 不知道是用沙包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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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也不知不知道是搬 那麽是没时间的 因为你搬沙包就是搬沙包 多想听不懂 何解呢 因为我看到写着地盘的集工 甚至有女性都说可以去做 有些遮掩沉沉的都做到 是不是一些轻弱的工序都可以由女性分担 还是其实都是一视同仁的 因为我自己还没做过 看到招聘广告中他这样写的 内容很简单 清理一下泥头 例如粒粒粒粒的东西 洗一下墙也很简单 人工这样的话 想想想 如果24天来说 可以做就做尽 也算是不错 这些都是体力劳动的东西 你们都喜欢戴安全帽 所以有些年轻人就说 哎呀找不到工作 老实说 做一下集工顶住才可以 如果当你不开工开到那么足够 你起码都有成两匹东西先带一下 是不是 两匹都不差 集工而已 什么地方做集工 不止两匹的 不止两匹 如果你开工是不止两匹的 我说我老实说 地盘集工都不止两匹的 如果你一个星期是上五日工的话 是超过两匹的 现在香港的现价是 所以有些人说 找不到食物那些 其实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还有不知为什么 那么多人论公屋 真的很奇怪 不过当然地盘工人 你可以做到收入 就低一点的 最初的时候 你申请公屋的时候 你就打少一些工 就是去少一些日子 出去外面翻少一些 但是你推得多 推得别人的工作 别人就不允许你做 问题就是这样 这样 其实有些人就说 哎呀做集工会很惨 其实我上当年 很小的时候 都去过地盘 跟朋友和亲戚去做 是否叫集工呢 他们又没有说我是叫集工 只是说他是师傅 叫我去帮忙 是辛苦的 因为有些大厦还没建好 又没有升降机 自己走上走下 都挺累的 有些朋友上当年 都是跟着去做集工先 不过因为你在地盘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你会见到有不同的工种 你认识到其他不同的人 之后 他们就会觉得 咦 原来某一些都觉得 对自己 还有有些师傅 都会给你试两个东西 或者叫做集工 例如砌砖 油漆 金属 有些什么云石 云石也是另外一类的 例如批档 玻璃 很多不同的水口 你看到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专门一些去 另外再认证再去学 那行不行呢? 社长你觉得 现在香港就要考证书 你要去读读课课才行的 不是说你没有读过 他给你上工 现在香港的地盘分类 分得很小的 譬如水喉工 不是说我一个宅工 他就会给你搞一些水喉 他不会的 他是要你有个小卡 说你读过水喉 你可以碰一下 最初的时候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但是水喉我的理解 都是要跟师傅的 香港就是 在外国也是这样的 你如果没有读过 最初的基本课程 他现在是不会请的 起码大家都会看到 有个路径 让自己再试试一下 哇!我看到那些什么扎铁 那些很厉害 成两千二银一只 是啊 因为扎铁很辛苦的 还有扎铁有机会会乱获的 那些图纸你跟着来做 正常来说就没事的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试过在沙中线那里 他就要拼那些钢筋 要转到螺丝头那里 没有塞到进去 然后就被人抽情 但是有些是跟那个设计 本身是有关系的 因为坐在办公室的工程师 有时他设计了某些东西 他实际做的时候 是很难做的 那当他很难做的时候 在地盘的工友 如果没有人夹住的话 很多时候就会偷工减料 就是怎样偷工减料 譬如螺丝头 他要扭进去的 那他们的偷鸡的操作 就是割短螺丝头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但是有时不是地盘工人的错 我都要说 因为那些材料去到地盘的时候 螺丝头真的拟不进去 我自己也见过类似的情况 香港出现这些问题 其实不只是香港有 在外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每一次有人说 要用这些螺丝头 要拟进去 其实到最后 我之前在节目中说过 都是装得不正确的 所以现在在其他地方 很多时候不是用螺丝头来搏铁脂 而是用第二种方法来做 它有第二种扣 有第二种扣 工友就会容易做 然后验货的工程师 落到西的时候 又容易 因为一眼就能看得到 如果在一个扎好的情况下 你要验 究竟它有没有剪短那个钢筋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我不是说没有可能 是有一定的难度 你肉眼就看不到 有些情况下 当然了 上次沙中线爆了出来 有些更过分 连塞都没有塞进去 当然不是很多是这样 不是很多是这样 那次就被人夸大了 我觉得很厉害 其实本身的设计 都是我的看法 有些问题 当然那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有些东西应该加固了 那就没事了 这些东西不应该变成政治议题 这是技术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是正常一点的话 你去做地盘集工 做什么 那个风险是相对低的 但是上次就很麻烦了 有些人被人拍了照 有些人是 这个就不太妥了 其实我的看法是 不正常的社会 才会被人这样玩的 因为大家正常的话 是想方法处理了这个问题 那可能炸铁工人方面都觉得 喂 我都是来打一份工的 也有相关的认证 还是怎样的了 我看到那些培训课程都说 要上课之余 要有强大的手力 手眼协调也要精准 而且要懂得看图纸等等 其实那些大家看到 不是说什么地盘脑 其实看那些课程内容 都有一定的专业程度 可能有相关的机器 不是好像那些人说到 没有的没有的 一定是用机咬的 还有很多时候咬定的 在地盘那里不用自己咬的 香港就不同的 香港的情况有点特别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香港有些铁肢都是在地盘咬的 但是在外国就很少的 在工厂咬好了 跟着陶子咬齐 两种做法有好处都有不好处的 其实有些情况下不是那么理想的 那个现实就是这样的 不过当然我敢说是这样的 这么随便的 现实有时做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些人觉得很容易的 我认识了 就是整天都有这样的人 这个世界 但是行行都有它的巧妙 就不要太过看小人 就算有时你想想 不良送饭也有专业 说真的 你不得聪明的人 和不得不聪明的人 分分钟以由家舖又赚钱 便是蚀钱 又是蚀钱ắt 됩니다 是对吗 是对吗 当然 可以说呀 擲铁是荷 CU的高 却满掉122020 如果砌砖 used mach Wash McDermott 然后砌砣纽硬IST 大概是1300元左右 数砌大іль שנ 实际砌金属工 譬如說說當年在地盤遇到的趣事 剛才說到沒有升降機 我記得我第一天跟到別人去的時候 他跟我說如果你看到那些報紙蓋住的地方 千萬不要踩到那些報紙上 那發生了什麼事? 你應該知道是什麼 原來因為那裡廁所還沒有 人們排泄在那些報紙上 然後再用那張報紙蓋住 你踩到那張報紙太薄 你整隻鞋都要跳來跳去 周圍都是這些 等如我們有時看到的豪宅 每個單位都要去裝修 其實你幻想一下 那時候沒有廁所 可能你見到他們 又有浴缸 又有什麼很漂亮 但其實我見過不少 浴缸未膠延室前不整理好之前 浴缸到什麼 枉禁感 所以我覺得很骯髒 其實我自己所見所聞 不是那麼乾淨那麼快 有時候未整理好的時候 熱到什麼 例如在每個不同的房間 我们重复性要去安装一些 或者要搬一些东西进房间那里 那间屋里 到时等其他人来安装 看到东西真是光怪录来什么都有 阿世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经验 地盘的话 如果你在屋的地盘 就是建楼的地盘 有很多东西是金玉其外败水其中 我试过做office 就是建一个office 我就去拉电线 其实你可以知道 它们整个地方是脏脏脏脏得不得了 其实它有时交给人 只是装修遮住了一些脏脏脏的东西 有些情况是 我不敢说全部地方都是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 我看到也挺有趣的情况 曾经见过也挺有趣的 就是在office的厕所那里 有些水喉脑 或者渠脑 我们不应该叫水喉脑 因为水喉就是水去到水喉头那里 就叫做水喉脑搞的 其他的渠位是渠脑搞的 不知道渠脑为什么那么黑心 它特意弄到尿兜 去水是特别慢的 是特意的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搞的 就是见过渠 下次再找他 下次再找他 他在渠里塞了一个圆形的东西 好像一个波那样的东西 塞了在U位那里 所以他是去到水 但是他就很慢 慢慢去 是的 他在尿兜里慢慢去 塞了就找他弄 原来是这样的 这么坏格也有 哈哈哈 刚才我不是说过有些地盘雜工 是一些沈沈或者姐姐来的 那我见尽 都是沈沈和姐姐而已 都没见过有叫做美少女 其实有时候都想想 地盘是否那些工人 大家觉得很枯燥乏味 或者没什么时间 没什么私人生活 他们是否可以 跟这些沈沈和姐姐去谈情 也有的 我记得最经典的一幕 就是刚才不是提到的 要推不同的物件 去不同的房间 到时等人来 装修的时候 安装上来 好像酒店那些镜柜 我推的时候 哪里想那么多 都不会敲门 我还记得 我打开其中一间房门的时候 我竟然看到 平时建开的那个杂工的姐姐 坐在一个地盘工的大腿上 哦 有没有穿衣服 是没有穿褲 有穿衣服 是的 那个情况 这些是很多的 这些是很多的 其实不怕说 有些地盘老是很坏的 是每个女人都搅的 在地盘那里其实是有女工的 这个我们也有见过这些情况 他们是很坏的 就是搅到之后 吃完就跟周围的同事说 我那天吃了她 挺棒的 是沈来的 是呀 是有的 他们是有些很特殊的情况 他们那些人 我都只能够这么说 沈不是没有需要 问题是 沈也是会有需要的 对的 但是过瘾了 在一间房间 当然未装修好的 例如那些酒店房 他们类似 就不知坐在自己的大型的工具箱 黑色很巨型的 我认为石正应该知道是哪些 坐在上面 另一个坐在大腿上面 男性就抹开了 女性怎样呢 不说太清楚了 哇 有点动动 社交距离是负数 哈哈哈哈 我看到他们的样子挺尴尬 我笑了 我关了门才醒来 我才是哈哈哈哈 在笑 你想想吧 走生臭汗 哎呀 他们不介意的 他们不介意 反正都是吃新汗 大家都 激情的一部分 哈哈哈哈 还有再说一下 有时我们去到酒店房 也都看到洗手间 美轮美换 我也都见过其中一间酒店 装修到差不多 那时候是澳门 哇看到 我说这么有趣 我说为什么浴缸上有个木板 盖住它 不要揭了 哇里面是 阿里 他们放了些水 因为那个马桶 还没装好 本来可能有个 用浴缸 用浴缸 然后塞一些水 还是怎样呢 就是先撒住 哇 可惡得 哇 吓了一跳 我未揭都见到少少 吓到暈倒 所以在地盘里面来说 很多骗骗的东西 可能现在 弄好了 甚至现在有些人在住的 比如什么九肚山豪宅 又说这样那样 又去戒什么戒什么 甚至乎 我不知道 社长有没有见过 有些重新装修那些 拆了个马桶之后 刚才提到的那些渠 哇那些渠 我见过那些人真的可以徒手的拔出来 这么骯髒这么臭你也可以 不过我没有出声了 有时这些钱都是难赚的 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如果真的愿意去做的话 我想都不愁说没有出炉的 饿不死 其实应该都是饿不死的 但是 如果你有些残疾那些 就会比较难处理某些问题 香港有手有脚 饿不死人是真的 其实在外国也是 你有手有脚 你愿意去做 就是饿得死人的 有时当然你会见到一些 不是很干净的东西 就是要洗眼的东西 或者 但是 其实很正常的 这个世界始终都是有人要做一些 看起来 不是那么干净的东西 我举多个例子 现在反正讲开又讲 我们认识一些人 去做装修 专是帮那些骨肠 或者食情系妓丸做装修 要浴室是不是 一般都要特别 有很多东西 有些隔音那些全部都要有特别的 行行出状元是真的 有些人设计那些东西是特别聪明的 你真的催它不脏 哪里要放一些电制位置 有些你根本不知道 你为什么床的下面 正下方要有电制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有些东西是会上升下降的 原来有些东西是 所以正下方要安装电制位置 但是那个电制位同时要防水 你也想不到为什么 如果你最初看图纸 为什么会这样的 原来它是有一个专业在里面的 是有专业原因的 譬如有些电动摩打 然后还有些有液体的东西 本来有电动摩打和液体很危险的 要设计到安全 要设计到安全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学问 所以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是很容易搞的 而且当然有些东西也会出意外 还有他们那些电制 如果有些会碰到水的位置 他又会弄个RCD那些东西 就是防漏电那些装置 很多这样的东西 你都不懂的 其实我也不懂的 我都是去到地盘那里 别人说 我才听到 原来我是这样的 还有地盘佬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我可以确认一样东西 就是很喜欢去嫖的 其实地盘佬不是全部的 不过有很多都是 有些是嫖到你不敢跟他们同台吃饭的 就是西人好些 就是你始终起人一份 唐人就难搞些 就是在香港的情况就是 不要一起煞了 工快都不用了 不会跟你坐在一起的 如果你打火炉的话 那当然是鸳鸯窩 他在其中一边 鸳鸯的时候 你就用第二个鸳鸯那边 是吧 但是避不了的 有时怕什么 滚啊滚啊 什么滚都死的 滚死了 很害怕 滚完其他地方再滚过 是呀 是呀 没办法的 在一个比较多男性的行业 就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真的不少 就是你不是说 在地盘工作的女性都会 就是会跟男工友一起 不是这么说 但是有这些情况 就是 缘分的事情就 在个人 缘分的天空 是的 我有个朋友 他也是的 他本来也做 不是地盘的行业 后来自己也去 学 去进修 还是怎样的 看到他一步一步上 亦都一步一步升息 看到他 环境也相当不错 你说 有没有什么 坏东西呢 那也没有 看到他也很乖 都是男生来过 都会玩玩些什么 迪士尼的 无公仔 有空去 迪士尼买东西 那些 跟太太一起去 都是看回你的个人 记住 行行出状元 不是说 我做地盘 就不是那么好 还是怎样的 因为我时见他 都很励志 例如 日出了 然后拍着一个地盘员工 今天向这里告别 我终于完成了 然后就说 我升职了 我去了哪里 有位置坐 水牌 写着什么 不过 他有时都要 戴上头盔 穿反光衣 到地盘 再看一看 你会看到 街梯 你说是否叫做 好 不好 其实 地盘工以外 都仍然 有时去 迪士尼酒店 或者去哪里 staycation 或者去哪里 玩 喝喝吃吃 其实都有的 只不过 他的工作来说 并非大家一般 看到有什么 sales 或者做文职 或者打胎 穿西装 中华人上班 不是这样的 其实他可能在某个地盘 做几年之后 几年的 你觉得 如果要做几年的基建 是不是也算是大工程 也算的 当然有些基建 会做十几年 有些好像要搞筆市 什么叫筆市 譬如你搞了一间污水处理厂 他旁边有些东西 要清理 清理的东西 那些合约 有时是十年的合约 在外国 我不是说在香港 所以有些人在一张合约 那里可以做十年的 有些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 几年都是大基建 就是我的看法 当然有些地方 做得久很多 譬如有些地方要挖个大洞 这样才算 我不说什么工程 你要挖个大洞 有些是 那个洞可以大到 是十年都挖不完的 有些情况 是十年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虽然 那些基建也好 地盘也好 还是怎样 他们工人 虽然说只是在那里赚钱 但我见他们 通常都会这样 做完啦 都会有些不舍得 还是怎样的 当然会有 尤其是当你没有下一个合约 在手的时候 当然会很不舍得 哈哈哈 因为那些十年合约 他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他要做那些东西 其实是 天天都要做类似的东西 不过他这里搬一些东西 过去另外一边 譬如你填海那些 有些是填十年 有些工程是 但是他 每三年之后 就会看看你的表现是怎样的 因为我之前有个老板 他就这样在污水处理厂 塗那些冷泥都塗了十年 可以说是塗到他退休的 他想了一个方法可以令到他退休的 是的 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是有些这样的 看你原不如倒 其实就是 哈哈哈哈 看你有没有缘分 你有没有缘分 有没有缘分 这个很重要 所以大家 我都要说回来 都要说回来 刚才去楼山说到 这个 办公室那些人 其实 我都要说 不只是地盘路才会烂滚的 在香港 有很多在办公室的人 都很烂滚的情况 所以千万不要歧视地盘路 有时候办公室那些人 穿西装 下面是烂滚的 真的 我听过医生朋友说的 你看他 哇 官仔骨骨 又多英俊 谁知道一拉开下面 给他检查的时候 查看原来是 烂滚的 是爪鱼来的 是烂滚的 那我教大家 如果去到一些酒店的时候 因为我很多年前 我都在酒店混合过 又要上上落落 周围走 当你发现到 有一些官仔骨骨 看样子有点呆呆呆呆呆呆 不过又打一条胎 穿过西装 戴着漂亮标 你看到他 可能拿着一个 小小的纸袋 你看一看他的纸袋里面 是什么呢 毛巾 洗头水 小小脂的那些 那你就知道 他十居其咎 都是来找小姐的 那些小姐在房间 因为戴着自己的毛巾 来抹身 他不会戴着很大条的 干净一点 企丽一点 弄一点 你去看他 然后他又看你 他有点尴尬 有点陰陰嘴笑的 通常都是来酒店 找小姐 滚床的 滚床 大家各自留意 好 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年轻人是有希望的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